要把他取消掉呢 先生 对 那请问一下 先生 我这样跟你说的 你来听清楚明白吗 好的 好的 你这边太不明白的话 我这边谈来的跟你说 就是简短的跟你说吧 我们今天来的就是说 你在两个月前开通了一下 我们说中国人秀离开意外保险 就是保险嘛 那指向保险呢 是你本人住院学习开通使用的 还是说在对付近的情况下 开通多少指向保险 先生 那请信用 清楚吗 我这样跟你说 对 没清楚吗 我这样跟你说 因为一个指向保险呢 今天免费服用机报纸啊 要对你抽取这个保险费用了 一个月抽取 720年的港币嘛 那么总共 扣满三年 三年是两万五千920年的港币 所以我们这边来的呢 不是 来控制到你本人 你一定要在对付保险呢 到区了 来坚求你个人意见 你一个 你对有主项业务呢 是否要继续保留 将来使用 还是说不需要 要把它取消掉呢 先吧 OCA 和这个 备注多费 备注有什么需要 提出时间 那可能是一大组注册 只要OCA 备注多费 备注册 只要备注册 备注册 只要保险 开通多少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现在 因为你这边 因为早上有很多客户 也是需要你这样的情况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开通多少 这个保险呢 也被扣到全之后呢 不知道你们的警察了 所以我們警察才會將每位用戶V1資料來想你們合適清楚 你們是自願選擇開通使用那套保險 還就是說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開通到那套保險能清楚嗎? 那你們對於出現業務呢 是否要繼續保留下來的利用 還就是說不用要把它取消掉呢? 無需考慮是不是需要社福支援 建議家訪的時候可以增加風險檢查清單 識別高風險人士提供支援 而政府今年3月推出先導計劃 由關外隊探訪或者接觸以識別高危照顧者 視點沒有涵蓋觀塘 孫玉涵昨日就說 會視乎計劃的成效擴展至其他地區 觀塘區議員柯創盛就說 關外隊在資源和識別高危人士的專業能力 都順於專業社福機構 認為政府和社福機構應該主導有關工作 關外隊就做輔助 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 程教署去年成立立立德學院 並且為志願參與的成年在籌人士 提供一連傳日制應用教育文憑課程 在昨天舉行了第一屆畢業禮 一個有75名學員畢業 合格率達到百分之百 其中第一名被控干犯香港國安法 其後遭判籌九年的唐英傑 也是畢業學員之一 他就向傳媒分享自身感受 說對當年所犯下的罪行心感後悔 希望將來能夠以實際行動回歸社會 彌補過往對國家不尊重的行為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支持的時候 讚揚學員對他們自強不惜 以堅強以致完成學員課程 和決心感到高興和驕傲 對唐英傑的分享深受感動 期望他將來能夠貢獻香港和國家 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 在巴黎奧運女子重建過人賽奪金的 港隊代表江文慧 近日因為網上流傳 而只是她碩士論文而引發政治爭議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談及事件的時候 多次批評向他作人身攻擊的是小人 鄧炳強亦都說這些人阻礙共謀發展 振興經濟和為及民生 認為所有港人應該是譴責相關的行為 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 大學聯資要前日放榜 獲取綠的新生都陸續到各間大學註冊 中文大學昨日舉辦迎新港座 在開場前播放的短片 提及到中大秉持政治中立 提醒新生不要籌辦 或者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並且規避 據先動意圖 或者有危害國家安全風險的行為 短片也提醒中大學生 如果有意在校內舉辦活動 就需要事先向大學申請並且獲批 大學有權禁止未經審批的活動 中文大學回復查詢的時候就說 迎新港座上面向新生播放 有關國家安全的影片 安排是和往年一樣 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全球正面對新冠疫情再度升溫 當局最新的數據顯示 新冠確診率連續六個星期上升 學校和院社爆發影響人數 按星期飆升超過八成 公營門診定點監測顯示 新冠求診率自六月起呈現上升的趨勢 而地區監測病毒含量 亦都自該月起反覆上升 變種病毒株的監測就顯示 過半月樣本是屬於KP.2病毒株 當局又說 現時在香港的科興疫苗 將會在10月3日到期 生產商亦都確認停產 市民應該留意並且是及早預約接種 而曾經是接種滅活疫苗的市民 亦都可以選擇mRNA疫苗 以完成初始劑次 或者是作為加強劑 當局又說正是同疫苗供應商探討採救 JN.1普系傑苗 預計年底供應本港使用 稍後就會公佈接種安排 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 巴黎奧運跳水男子三米版決賽 昨晚上演 這是今屆奧運第六面的跳水金牌 賽事成為上屆東京奧運 銀牌得主28歲的謝思逸 同22歲的黃中元 兩名國家隊名將的強強對決 謝思逸是保持優勢的 力壓在黃中元成功為免 至於舉重女子59公斤級決賽 亦都是昨晚上演 世界紀錄保持者 第一次參加奧運的國家隊好手羅斯芳 在爪舉、挺舉、總成績三項 都一舉打破奧運的紀錄 包括爪舉107公斤 挺舉134公斤 和總成績241公斤 最終是以大熱門的姿態 拿了金牌 亦都是國家隊今屆第28面的金牌 大公報報道 文匯報報道 總部位於加拿大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發布聲明指出美國反興奮劑機構違規 就說後者是拿著反興奮劑規則 指責別國反興奮劑機構的同時 自己就掩蓋縱容興奮劑違規 甚至是有一名嚴重違規的選手 從未被禁裁 在巴黎奧運會主新聞中心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國際奧委會發言人就說 國際奧委會是會繼續保持 跟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等相關的多方面密切合作 以確保全球反興奮劑體系強而有力地運行 而中國反興奮劑中心亦都是發表聲明 呼籲對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掩蓋美國運動員興奮劑違規 並且允許他們參加比賽的違規操作 開閃獨立調查 文匯報報道 青島日報報道 國立法會通過2024年社會工作者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更改社工註冊局組成的方法 社工註冊局主席許忠勝向《星島日報》說 局方已新設了持續專業進修委員會處理事宜 並且正是就持續進修事宜諮詢業界的意見 又認為進修框架的內容複雜 預料安排未必能夠在今年之內實行 另外據了解香港社福界深連心大行動 將會設有新連心學院開設課程去幫助社福界人士持續進修 《星島日報》報道 東方日報報道 日本九州宮崎縣昨晚下週發生離克特製7.1級地震 而當地的氣象廳隨後就發出巨大地震注意警報 受到地震影響 宮崎機場跑道一度是暫停飛機升降 機場後機大樓亦都有損毀 直至到傍晚 地震是造成最少12人受傷 有住宅和圍牆倒塌 由於正值暑假 本港大約有13個旅行團 一共是大約320名旅客在當地 目前全部安全未受影響 旅行社就說會密切留意震災的情況 至於未來幾天出發的旅行團暫時也沒有受影響 東方日報報道 《經濟日報》報道 天水唯一間酒店改建成青年宿舍 項目公佈第一個星期就已經有近100人申請 預料最快10月可以供租戶入住 成功入住的青年租戶 每年需要參與至少200小時社區或資源服務 有申請者期望可以舒緩住屋壓力 或屬舍的地理位置吸引 希望入住可以減低生活成本 並且可以儲錢置業 有關項目一共提供336個二人房間 單位平均291呎 屬位月租平均3500元 申請者需要18至30歲的在職青年 單人申請月入不可超過28000元 總資產淨值不可超過398000元 二人申請月入不可超過56000元 總資產淨值上限是79萬6000元 經濟日報報道 相報報道 海關是偵破一宗巨額的洗黑錢案 一個三人家庭洗黑錢集團 在2020至2022年期間 接收大量海外公司來歷不明的海宜資金 利用銀行轉帳和虛擬貨幣交易 將黑錢洗白 總額大約15億元 另外更加以高薪聘請成員 代為開設空殼公司協助清洗黑錢 海關就說已經是成功瓦解洗黑錢集團 已經是凍結被捕人 大約是220萬元的資產 並且是會徵侵略政司意見向法庭申請充公 相報報道 東方日報證論說 觀塘雙思案不是值得政府反思 除了反映照顧者缺乏支援之外 以致到不堪體力壓力的悲劇 隨著人口老化加劇 本港年長人設的照顧需求亦都日漸增加 加快識別和支援工藝照顧者確實很有必要 長期來說 政府對於人口加速老化應該是有長遠針對政策 起碼應該是提速加建資助老人院社 才可以減少不斷重複的護老悲閣 東方日報證論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到照顧者悲劇一中接一中 當局在處理上需要放棄舊思維 既然隱蔽照顧者不會主動求助 就應該主動出擊 設法找他們出來 提供適當的支援 政府應該盡快建立照顧者登記策 並且派社工和關外隊上門做家訪 掌握各區照顧者的準確資料 和收集他們的意見 有助制定更加周全 更加針對性的照顧者政策 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平就說 公民照顧者隱蔽性高 要有系統地找他們出來 必須要借助地區力量 因此 社區是有區議員 關外隊 民政署 以及不同的非政府機構 不能夠說沒有資源 只是流於零碎 當局是有必要加強統籌 確保社區資源和力量得到更好運用 民政醫療等部門 在找出高危個案方面 顯然是可以幫到忙 政府應該加強跨部門協助 同時設立高危照顧者資料庫 確保有人跟進高危個案 明報社平 文匯報社平 立德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禮 首個因為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定罪 同伴仇的唐英傑 是其中一名畢業學院 評論就說 實施香港國安法 不單可以嚴懲 危害國家安全破壞法治穩定的行為 亦都可以透過加強國安法教育 清除激進暴力思潮 幫助違法青年重建正確的價值觀 文匯報社平 經濟日報社平說 環球股災過後 經過年日的動盪 聯儲局利率政策考慮有所微調 的確是絕不為期 越是頻密大手減息 中國內地也將會是越有空間 出手穩住市新經濟勢頭 有本港地產商說 減息預期是足以利好住宅樓市 只要內地貨幣政策不再受到製造 有力加碼 積極投資消費需求 純此相依的本港經濟自然大有必益 經濟日報社平 信報社平說到美國總統大選過後 現任總統拜登無論如何都要權力轉移 拜登就說 擔心一旦特朗普輸了 政權無法和平移交 評論就說 如果特朗普贏了國際秩序 說不定被他的神經刀砍過 亂七八糟 作為美國頭號假傷敵的中國 將會麻煩不斷 如果特朗普輸了 不服輸而輕風作浪 後果可能是更加可怕 萬一真的爆發 美國內戰和美元掛鉤的香港 港元也會大幅波動 信報社平 時間最近早上八點 提醒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是生效的 今天會是天晴日間酷熱 時機最高氣溫大約34度 新界再高1、2度 只望未來兩、3天持續酷熱 現時的生活氣溫是29度 相對10度82% 節目時間夠 拜拜 拜拜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 每個人在自己公位全力以赴 公倉美好將來 拍照 香港人來自然 既然自然 我們有點暴力的 既然而失去 我們的風呂 既然而失去 我們 proxim形的 南不能 境中 同年 一場 從中 到中 地埋 到中 足夠 咱咱咱咱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国家队的梁玉瑞无缘铜牌战 而梁玉瑞就因为英国选手退赛 不战而胜获得一面铜牌 盧伟锋在赛后说 第二回合的时候被对方打乱了节奏 加上自己心急最终落败 第一次参加奥运的盧伟锋又形容 整个参赛过程好像发梦 一直都没想过自己可以参加奥运 心情既紧张又兴奋 希望继续有香港运动员 踏上这么大型的舞台 盧伟锋最终以第七名完成赛事 马会说个人项目第五至八名的运动员 可以获得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 奖金港币三十七万五千元以作鼓励 巴黎奥运新一个比赛日 国家队继续冲击多个项目的金牌 乒乓男子团体决赛 国家队将会同瑞典争夺冠军 陈毅文、昌瓦尼将会出战 女子跳水单仁三米版决赛 女子圆球决赛 上届金牌得主、拱立狗和队友宋佳环将会亮相 阳柳、吴鱼将会分别参加 女子拳击66公斤级决赛 及50公斤级决赛 女子曲棍球金牌战 国家队会同荷兰队较量 日本公祈园近海发生7.1级地震 造成12人受伤 至少两间房屋倒塌 目前海啸预警已全部解除 地震发生在昨天 下午4点多震央位于公祈园东面海域 日向滩震源深度30公里 日本气象厅之后发布 南海海曹地震临时预警 说与往常相比 在南海海曹附近 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相对增加 如果发生地震可能导致强震或者海啸 要求各地采取防灾预警措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在日同胞 密切关注地震动态 气象预警和防灾讯息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出任孟加拉临时政府首席顾问的 诺贝尔和平掌得主 经济学家尤老师 星期四晚领导临时政府专誓就职 孟加拉日前爆发反政府示威 总理哈西娜辞职 并且前往鄰国印度 在法国巴黎接受治疗的尤老师 应示威学生的要求 出任临时政府首席顾问 并且在星期四下午反抵首都达卡 印度总理莫迪对尤老师就任新职位 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又说印度仍然智力和孟加拉合作 实现两国人民对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共同愿望 财经方面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7.795 日元147.58 瑞士法郎0.867 家元1.374 人民币7.178 英镑对美元1.274 欧元对美元1.092 欧元对美元0.659 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 日经平均指数报35368 升538 伦敦金每安市买入2424.52 卖出2424.88 在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落的天气 预测天晴 日间酷热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 新界再高一两度 吹和缓的西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 部分时间有阳光 也有几阵骤雨 现在气温是29度 相对湿度82% 酷热天气警告 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连